老游时谈,谈美国时事 大家好,我是老游 美国总统大选到几时 已经进入以小时为单位的最后冲刺阶段 明天就是本次大选的选举日了 今天我们来关注三个话题 第一,选前气氛十分紧张 狙击手无人机骑上阵 以防范选举日骚乱 可以说在选举前夕 从白宫到国会 再到各州的计票中心 选举中心 安保气氛,空前紧张 第二个话题是博彩数据 在距离大选的最后时刻 我们再来看一看 赌徒们用真金白银压住的名义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昨天,哈里斯的博彩曲线急追而上 一天之后 他的曲线是不是还在继续上涨 还是跌了 一会儿让我们来看一看 在这选举的最后时刻 花钱压住的真实名义 到底是什么样的 第三个话题 纽约时报今天发表了一篇社论 说为什么民主党想击败川普那么难 文章通篇都在表达一个观点 那就是川普将赢得本次大选 民主党遭遇重大挫折 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然结束 这是一个极左的反传媒体 在选举的最后关头发出这样的社论 这说明什么呢 一会儿我们来详细分析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请新来的朋友订阅关注本频道 还望老朋友们多点赞 多留言 多推荐转发我们的节目 同时也请网友们及时打开 头向右边的小铃铛 以便每天能够及时收到 节目的更新提示 谢谢大家的支持 在选举日即将临近的大雪前夕 美国的各大重要场所 气氛十分紧张 为了应对未来几天 可能出现的政治动荡 特勤局在白宫国会 以及哈里斯在华盛顿的官邸周围 都架起了围栏 以防选举后发生骚乱 另外特勤局还计划 在佛州的西宗律坛会议中心外面 也采取物理安全措施 因为明天晚上 川普将会在那里举办活动 而哈里斯明天晚上 将会在华盛顿DC的母校 霍华德大学度过选举职业 据华盛顿警方通报 届时将对学校周边封闭街道 禁止停车 交通绕行等安保措施 另外全国各地的地方官员也正在采取措施 以加强对选举场所的安全保护 尤其是在上一届选举中引发争议的一些郡和城市 当地官员正在部署警戒 甚至还计划在屋顶上安排狙击手 以保障计票总部的安全性 另外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选票统计大楼 已经像堡垒一样受到了保护 说届时当局还将出动无人机 以协助执法官员密切关注潜在威胁 另外到目前为止 至少已经有两个州 内华达州和华盛顿州 已经启动了国民警卫队 在选举日维持秩序 以防止骚乱发生 另外其他州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布置安全措施 说数百个选举办公室都已经装上了防弹玻璃 装上了铁门和监控设备 其中有些郡还向工作人员分发了紧急按钮 以应对突发情况 大家看这个形势 是不是有点感觉像要快打仗的架势 一个号称全世界民主灯塔的国家 怎么在总统选举的时候 竟然武装到了战争的级别 这种局面恐怕连美国人天天自己唾骂的 委内瑞拉与俄罗斯都没有出现过吧 美国的民主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呢 现在美国的主流媒体 几乎一口同声的都在指责 造成这种结果的祸首 就是川普 说正是因为他在2020年的选举中 不承认选举结果 才造成美国人对选举的不信任 《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中指出 说分析人士表示 最大的威胁来自右翼选举否认运动 该运动于2020年出现 当时川普拒绝接受自己输给了乔拜登 他宣传与选举有关的阴谋论 吸引了数千人走上街头 参加停止窃取集会 最终于2021年1月6号冲击国会大厦 以支持川普阻止国会认证结果的目标 报道还称 据极端主义观察员认为 以后的几年里 选举否定论 已从共和党的边缘群体走向核心 并发展成一股颇具影响力的亲川普势力 该势力先发致人的拒绝接受失败 意思就是 美国的选举糟糕成今天这样 全是川普一个人造成的 而对于民主党的那些不可理解的 无法解释的选举迷雾现象 却闭口不提 这就是主流媒体的叙事风格 那么美国的民主败坏 选举信任度的缺失 真的是川普一个人破坏的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们也太高抬川普的能力了吧 200多年的民主制度 被川普一个人数年间就给毁了 你觉得这个论点 他立得住脚吗 但凡有点思考能力的人 都会深思 川普他到底是如何凭借一己之力 单挑美国200多年的民主制度 数年间就把美国的选举 信任度就给掀翻了 你觉得这种利润 他能够成立吗 那么我就想问这些 左媒的记者们 你们能不能告诉我 在最近的两届选举中 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 不可思议的迷雾呢 一个外国大学生 非美国公民 他为什么可以拿着自己的学生ID 可以成功的登记选举 并且还成功的像公民一样 投了票 并且还没有人发现 并且发现了这个票 还无法追回 还得算数 我想请这些左媒的记者们 你们能给我一个答案吗 还有在上一届选举中 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死人 爬起来投票 为什么会有一整箱的选票 被丢弃在山谷里 这些问题 能给我一个答案吗 如果在选举中 没有发生这些问题 没有出现 让人无法理解的情况 那你觉得 川普和他的支持者们 会质疑选举的诚信吗 一个人的诚信 是如何变成负数的 我想没有人会不知道吧 美国每个人都有信用分 银行他不可能会 因为你一次忘了还款 就把你的信用降到负数吧 但凡那些信用分极差 不受银行信任的人 一定是在过去的数次事件中 诚信出了大问题 才会导致银行等金融机构 对他的不信任 这个道理 难道左媒的这些小编们 不懂吗 现在这些所谓的主流媒体 不去质疑民主党的迷雾 不去质疑造成选举信任度 下降的根本原因 反而在那质疑 你们银行 为什么总是不相信我们 这些信用分低的人 你说为什么呢 揣着明白装糊涂吗 目的就是要抹黑川普 因为川普的回归 对所有的这些制造迷雾的人 都是威胁 这就是他们的目的 所以我可以告诉大家 美国的民主 美国的选举诚信 绝不是川普的问题 而是民主党一次又一次的 制造迷雾 所导致的诚信缺失 而带来的后果 这个后果最终一定会有 制造这些祸端的人 来承担 而今年的大选 就是一次 选民和民主党 清算这笔烂账的时候 因为民主党的极左政策 已经对这个国家造成了巨大伤害 所以在今年的大选中 美国人民一定会用选票 告诉民主党 极端自由主义的时代 该结束了 好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种种迹象表明 哈里斯已经显露出了明显的败事 尽管主流媒体还在垂死挣扎 民调机构 也都还在卡着脖子在那踮脚 但是这些都只不过是 民主党和左派们 死不甘心的最后一搏而已 为什么我们这么讲 下面有两个证据可以证明 川普今年一定会赢 下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 也就是最受瞩目的博彩市场 昨天三大博彩市场都出现了 非常诡异的哈里斯曲线 突然之间 哈里斯的压注盈率一眼暴涨 但是又过了一夜 到了今天 选举前最后一天 最关键的时刻 川普在博彩市场的曲线又回来了 首先我们来看 Polymarket 截至今天中午 美东时间12点 川普的赢率是58.1% 哈里斯是41.9% 川普领先16个百分点 昨天他俩的差距 好像已经缩小到了9个百分点了 你看今天一下子又拉开了 然后我们再看Cash这个平台 压川普赢的是55% 压哈里斯赢的是45% 川普领先10个百分点 昨天在诡异曲线出现之后 哈里斯的盈率一度上升到49% 川普下降到了51% 但是今天这个曲线又回来了 两个人的距离又拉开了 第三个平台 Smart Cats 川普的盈率是59.17% 哈里斯是44.64% 昨天哈里斯曾一度涨到46.73% 川普降到了53.76% 但是今天上午 川普的盈率又出现了大幅回升 哈里斯在短暂雄起之后 迅速疲乱 目前在这个平台上 川普的领先程度达到了14.5个百分点 而且这几个网站的数据 川普的盈率现在还在持续上升 我在今天上午10点多的时候 看是一个数字 然后到12点钟看的时候 又上升了一些 两个人数字一直在变 哈里斯正在持续下降 川普正在持续上升 这是我今天上午看到的 从昨天到今天看到的这个数据的变化 那么这三个最受关注的博彩平台 川普都表现出了压倒性的领先趋势 这就是民意啊 这才是真正的花钱押注的明星所向 但是左媒的报道依然还在垂死挣扎 今天我看到一篇今日美国的报道 标题是唐纳德川普对卡玛拉哈里斯的 投注领先优势 在竞选的最后一周几乎崩盘 我就好奇点进去看了一下 这篇文章是今天上午 4号上午的一个报道 我不想再转述他文章中的内容 因为经过我的分析和比较 我已经将这篇报道扔进了假新闻的垃圾桶 就是一个fake news 那么这个就是博彩市场的选举押注形式 如果你看不懂形式也没关系 你总看得懂数字跟曲线吧 这个图你总看得懂是不是 所以请这些假新闻的小编们 请不要再忽悠美国人民 赶紧改些归正吧 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篇纽约时报的社论文章 为什么民主党想击败川普那么难 这可是一个反川级先锋 最左的左媒代表 纽约时报 今天在选举前的最后一天 竟然抛出这样一篇社论 文章的观点非常明确 就是川普将赢得今年大选 民主党将在选举中失败 就是这个观点 这个论点 其实这些主流媒体 他们的心里应该比谁都清楚 谁更具优势 但是由于他们的政治立场 跟意识形态的倾向 所以不到最后一刻 必须垂死阵仗 但是今天到了最后一天 一看再踮脚也没用了 所以还是乖乖受死吧 还是实话实说吧 赶紧发片社论 免得选举这个结果出来之后 死得那么难看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文章的内容 首先文章指出 无论选举日结果如何 民主党在这场竞选中的进展 远没有预期的那么顺利 尽管中期选举后 人们曾认为川普已经完了 但显然情况并非如此 他并没有因1月6号的国会暴乱事件 几项刑事起诉 或其任命的最高法院法官 推翻罗苏伟的案 而失去资格 如果说选民在2024年 取消了某位候选人的资格 那反而是现任总统 而非试图推翻上次选举结果的川普 你看文章开门见山 川普没有因为民主党 对他发起的一系列打压而倒下 反而把老拜登给打垮了 你看 下面文章继续指出 川普的对抗力为何依然强大 最简单的答案是 美国当前的政治环境 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 有利于民主党 根据最近纽约时报和西耶纳学院的民调显示 只有40%的选民支持拜登总统 并且仅有20%的选民认为 国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在这种广泛不满的情况下 任何一个执政党都难以保住 对白宫的控制权 这一段分析了美国选民 对这个国家发展方向的强烈不满 在这种情况下 执政党的候选人很难胜选 也就是说 哈里斯你今年肯定赢不了 就是这个意思 下面文章继续指出 据民调显示 民主党正在迎接挑战 说几十年来 民主党首次在全国的政党认同上 与共和党打成平手 甚至被反超 另外民调还显示 共和党在大多数关键问题上 占据优势 除了民主和堕胎之外 这个挑战反映出 全球执政党的困境 例如英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 以及最近的日本执政党 都遭遇了选举挫折或失去权力 川普本人四年前也输了 法国和加拿大很可能也会加入这个名单 而具体的情况因国家和政党而异 但故事的大部分内容是相同的 那就是新冠大流行和随之而来的动荡 几乎在所有的地方 物价高昂和意后余波都让选民感到愤怒和怨恨 因此它使执政党失去信誉 这逐渐削弱了人们对政府官员 自由派精英和媒体的信任 有时甚至摧毁了信任 下面它又谈到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困境和影响 文章说 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物价上涨和疫情后的经济冲击 选民因此对执政党不满 在美国这种情况给民主党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该党因抗议措施而实施强制戴口罩 接种疫苗 关闭学校等举措 支持黑命贵运动 主张更自由的边境政策 并在气候政策和经济刺激上投入了大量资金 但随着疫情的消退 这些政策很快就成了民主党的包袱 怎么感觉这篇文章 是在给民主党概括定论的 这个小编也是反了 接着文章又指出 与其他执政党不同的是 民主党有川普这张牌可以打 再加上堕胎权议题 这可能足以让民主党获胜 这正是2022年中期选举发生的事 但即便哈里斯在本次大选中获胜 也不一定是进步派的胜利 民主党在这些问题上 比过去16年里的任何时候都更为保守 他们在移民能源和犯罪问题上都在向右转 他们不再专注于扩大社会保障 而是将重点放在意志物价上 这种转变让人们开始怀疑 民主党长久以来的自由主义优势是否正在瓦解 下面小标题是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结束 自2008年以来民主党在美国政治中占据主导位置 民主党在过去四次总统选举中获得多数选票 并推行了评价医疗法案等多项政策 在文化领域自由主义也占据上风 从占领华尔街到黑命贵运动 再到MeToo运动 以及呼吁绿色新政和全民医保 然而自由主义遭遇挫折 川普的当选和随后的新冠疫情 让这些自由主义运动变得动荡 疫情的限制措施和觉醒左派的强烈主张 逐渐引发反弹 甚至动摇了部分自由主义机构 对媒体和专家的信任度下降 年轻人转向社交媒体 发泄他们对年迈的总统 高昂的价格 失去的机会 以及对不适合他们的社会体系的不满的愤怒 接着文章指出 疫情后的种种事件 让民主党的自由主义政策受到重创 例如通胀和高利率被归咎于 政府支出过度导致的后果 高油价则被归咎于 停止钻井许可和终止 Kidstone输油管道项目 移民激增则被归咎于 政府宽松的边境政策 该政策在政治上站不住脚 而无家可归 犯罪和混乱 使法律和秩序成为必要 你看这篇文章的作者 应该是一个左派中的觉醒者 他其实已经深刻的认识到 这些年民主党在各个方面所犯下的错误 接着文章继续写到 说2023年多项高质量民调显示 民主党在近20年的政党认同优势被削落 甚至翻转 共和党在亚利桑那 宾夕法尼亚等战场州的注册选民数 也首次超过民主党 与16年前相比 选民对民主党的信心已大幅下降 许多人对国家的现状感到不满 你看 左派其实也不是全都不懂事 懂事的还是挺多的 只是有时候 现实的认知 打不过被自由主义给禁锢的 那种固有的观念而已 这个作者其实就突破了这个禁锢 醒过来了 接着文章又讲述了 川普的胜算与民主党的前景 文章说 如果不是川普的争议性因素 共和党或许能像1980年或2008年一样 以变革的姿态取得压倒性胜利 如果川普最终获胜 更多的可能因归因于 选民对民主党的失望 而并非川普本身的受欢迎程度 反之 如果他失败了 则可能是因为1月6号的行为 以及他对罗素韦德案的立场 损害了他的支持度 最后文章总结了自由主义的未来 文章指出 即便民主党在本次选举中获胜 而当历史学家在回顾这段历史时 他们或许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然结束 但如果川普当选 并再次点燃反川普热情 那么自由主义的复兴也并非没有可能 那么这个就是这篇文章的内容 大家有没有发现 纽约时报 现在已经在位选举结果 找退路了 如果川普赢了 不是因为他厉害 而是因为民主党的迷赖 行吧 反正只要川普能赢就行 民主党迷赖就迷赖吧 不过这个倒也是确实 如果不是民主党败坏到今天的这个地步 估计川普的势头应该不会那么强 但是由于民主党一系列的失败政策 以及他的极左思想 确实已经引起了美国人民的愤怒 确实点燃了民众的怒火 所以今年的选举毫无悬念 我还是坚定的认为 川普一定会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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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